合并列印,我们希望把什么东西 把Excel的资料档加载文名单瞄眼 把这资料开起来看一下,有几笔资料? 这边有三个栏位,编号姓名住址 然后呢,有21笔资料哦 好,来,改完后请你存档关闭 不要同时开两个,这样容易有问题 来,那怎么进来呢?在这里 21笔资料名字都要放这里,要个别印出来 叫做合并列印,邮件的合并列印 那目前这边是灰色,因为没有资料它不能做 从哪里开始?从这里 那合并列印可以做这五件事情 请你从这里开始叫精灵 精灵就一步一步带你做,我现在点精灵哦 这叫做信件,所以没问题,要选哪一个?下一步 那现在呢,就是这份文件哦 所以没有问题,再选下一步 下一步就是我们要做了,请你把Excel档案选起来 叫做现有清单,那这两个我们就不做了 在哪里呢?在桌面的Excel教材里面的 实作范例里面的家长文名单在这里 这里有21笔资料 好来,进来以后第一件事情要问你说 要不要,就是这个工作名吗?是 接下来这边要不要,不要的话可以勾选掉 我们全部都要,这里可以做排序 对会议事有人来讲,这里只有一个按钮 叫做点确定就好了,什么都不用做 就进来哦,接下来就要合并哦 你想摆什么呢?它的栏位在这里 插入合并栏位,我在这个位置 点这个位置我要加什么,姓名 姓名选起来以后呢,我希望姓名大一点 换个颜色好了,我希望换成绿色 改成36,字体也可以换 跟像你平常握的一样 那下面这里要放柱子 反正这里需要栏位加进来 一样,我可以再换个颜色 不换颜色当然也可以啦 换颜色想告诉你,这边是可以改变的而已 来,接下来点哪一个呢? 预览结果,余耀君,下一笔 总共有几笔呢?21笔 所以最后一笔呢?就是我啦 前一笔就这个啦,我儿子啦 姓名在这里 诶,老师有个怪怪的呢 哪里怪怪的?看一下 这个,这个 什么这个字是这样? 因为这个字体里面没有这个字 就会变细名体 不是每个字体都很完整 都会每个字形都有 所以碰到这个,你要嘛就印 要嘛就换字形 那接下来做什么事情呢? 好,假设我有一千笔 所以接下来就叫它印了,从这里 印表记印一千笔 所以人不用在那边等 所以下次要做奖状做套印 用它来做最快 所以你说到一些公司的什么 迦洛福大伦发不是有什么 广告促销吗?上面就会员编号 那是电脑印出来的 随便加勒福大伦发 随便都有两三百万个会员 如果这叫人来写还得了 就用电脑做就好了 就在合并套印 我们这次做叫做信件 再讲一遍,点这里呢 就会出现这里 那你也可以点这一颗啦 叫编辑个别文件 编辑个别文件 待会呢,会把这个档案变成21页 因为资料有21笔 那你看一下哦 目前我这档案名称叫什么? 编辑也要紧编 对不对? 那我现在点这里哦 会出现一个档案 来,问题是不是要全部做 对哦 这档案叫什么?看一下看一下 嗯?有点慢 小档掉了是吧 开起来的时候呢 会产生一个新的握的档 应该在这里啦 在这里 收下来一下好了 我先在... 你有看到吗? 有没有看到信件? 那现在看一下 卷子往下 全部加起来几页呢? 现在有几页? 21页 第一笔是余药群 来,卷子往下拉 看一下哦 拉到最下面好了 最下面,最下面,最下面 这笔就是我了 所以它就把每页合并起来 那这个档案名字是新建议 是另外一个档案哦 那想告诉你 如果你在公司里面有2000个会员 这个按钮就别点了 2000个会员什么意思? 就产生2000页的一个握的档 我怕你的电脑会有问题 所以通常这个地方 接下来点哪一个就好了 一般就是列印 如果资料会员不多 你就可以产生这个 各位了解吗? 不太建议你把2000个 像加入100万 如果这样点下去 电脑铁定马上当机 哪有一个握的档是100万页的 光听就很吓人 各位了解吗? 这叫合并列印 我这样一战 我也这么合一个 一定程度 HDD 好了